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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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離了 剛才有個離 六波羅蜜多有沒有 他這裡是講說縱然是 就算有時候我們不見得 一直都在六波羅蜜多當中 但是這種清淨的六度 依然還是有他的那股力量 因為他會陷起加行 陷起加行 所以我們說這個修三之良外 是不是就是還要四加行也很重要啊 所謂的四加行 就是隨時能夠想到的是因緣法 先從暖胃上面來下手 然後比較理解因緣法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比較願意去接受 種種的狀況 那自然也能夠去過渡 我們的痛苦跟煩惱 所以縱然離了六波羅蜜多的 陷起加行 那麼我們這種清淨的六度 依然還是在增淨著 就如同布施來說的話 那透過 布施當然有世間的布施法 因為比方為了求得功德 希望能夠修一點功德 所以去做布施 那或者一些企業為了他的形象 他也做布施 這個都還屬於比較世間的 但是如果要有出世的觀念的話 就要怎樣 三輪體空 要能夠三輪體空 但是如果一般人他不懂的話呢 那當然可能還是先停留在 世間法上的布施 所以要能夠進步的話呢 真的就是要三輪體空 所以這個空呢 也就是在講什麼 講陰緣 對不對 否定式的符號 是不是就是在講陰緣法 那要透過陰緣法 能夠有更深的這份體認的時候 那眾人將來在做布施 不見得想到三輪體空 但是我們也比較有機會 跟空性去相應 所以就像我們說 诸供養中法供養罪 是不是 在法上面的供養其實是最有意義的 是最有意義的 是因為那個法 它縱然不是隨時很具體的現前 但是可能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它還是會起作用的 它還是會起作用 所以我們說 所謂的法性 常講說是深入法性嘛對不對 法相其實都比較是什麼 表潛的現象而已 那這些呢都是因為 第一個呢就是 在我們第352頁 倒數第四行有沒有 首先就是因為它 因為我們對聖教獲得了 殊勝的理解力的關係 聖解力 好的這種聖解力是不是就是在 因緣法上面的平等性啊 理解聖教所說的種種波羅蜜 雖然極為深奧難行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去實行 也必能夠豁大利益啊 為什麼能豁大利益 因為它不 我們的利益大小往往是被相所濁啊 我們的發的心小 可能這個所獲得的少 那發的心大當然獲得的功德大 那卻是如果透過信空的話 那反而更怎樣 無限無量 更是無限無量的 所以這是一種根本的信念啊 就等於是無所助而生其心嘛 無所助而生其心 為什麼無所助 因為信空的緣故啊 對不對 是因為信空的緣故 所以我們無所助而生其心的 那個所獲得的 反而是無限無量 如果我們想到有大有小 那還是著了像啊 所以透過聖解 它能夠無限無量 那必然就是所謂的大利益 所以這個叫做根本的信念 這就是一種根本的信念 也就是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的心 對不對 那一旦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的話 就不會退失 我們往往是不是就在收穫上 在那邊衡量啊 我到底還要不要再做下去 效果不錯我才要做 效果不好我就不想做 我們是常世俗的心 會有這樣的心 但是我們如果 因無所助而生其心 就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我只管耕耘 收穫是多是少 不是我們能主宰的對不對 它是自然呈現的 呈現的不多 表示我們的福報因緣不足嘛 對不對 呈現可能有時候 會超乎我們的想像 那跟我們的這個 所修的福報因緣還是有關 不是只有看到現在而已喔 跟過去的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我們能主宰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努力對不對 所以叫做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話 其實比較不會退失 就沒有什麼好退失 因為對於收穫 並不是那麼樣子的在意 都關於因緣的問題 就比較不會退失 所以要能夠有這樣子的聖解力呢 再加上三種作意力 加上三種作意力 第一個呢就是所謂的愛重 愛重的作意力 也就是起了愛盡尊重 因為看到六度萬恨的這種 無量無邊的功德 起了愛盡尊重想 只管如是的去耕耘吧 第二個力量呢 就是隨喜的作意力 好 那麼就算自己沒辦法去做 我們也要隨喜讚嘆別人的去做 而不要去嫉妒別人的做對不對 常常我們自己做不到 我們又會嫉妒別人去做到了 而我們縱然做不到 我們也要去隨喜讚嘆別人的 好 隨喜讚嘆 第三個力量呢 就是一種心樂的作意力 聖節六度的殊勝功德 所以這裡就講 由於聖節力集三種作意力 有沒有 加上這三種作意力 這三種作意力後面還會再提到 是一種愛重的 隨喜的 還有什麼 心 心樂 好 我們真的自己慢慢的去做久了 自然其實也會產生這三種作意力 那主要的一個關鍵就在什麼 聖節 聖節力 聖節力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就是一種聖節力 那菩薩便能恒常無間相應 不離 會常常經常經常的出現 沒有間斷的出現 那麼方便修習六種波羅蜜多 也因為修悟波羅蜜多 六種波羅蜜多是不是就能夠速得圓滿了 就有機會從此案到彼岸 從此案到彼岸 從此案到彼岸 從此案到彼岸的什麼完成嘛 好 所以呢這六度萬恨 六度萬恨呢 也就是筆入因果的什麼 最大的關鍵 好 所以第一節就是 總明因果嘛 好 那 這個第三百五十三頁本文這裡 始終有三個宋 這三個宋等於四句一個宋 四句一個宋 那這三個宋裡頭 也等於是有七種項 這七種項就是後面的 好 倒數第二行第三 第一行那裡 有七種項叫做資良 有沒有 畏資良故也就是他的資良項啊 好 勘忍項 所緣項 作意項 肢體項 銳項項 還有什麼 勝利項 好 相對前面的這個部分 好 第一個呢叫做以圓滿白法 這個叫做資良項 資良項 好 已經圓滿了白法 好 白法呢就是清淨的善法 他是清淨的 是善的 叫做白法 白法 好 奧玉王 好 是李佛陀 時代最近的一位護士佛教的國王 對不對 那個奧玉王在學佛前 我們都稱他黑奧玉 哎 後來他看到他為了爭奪王 為而血流成河 他起了這個懺悔的心 而轉 而轉向了學佛 所以學佛之後他就 大家就稱他什麼 白奧玉 白奧玉 白 白法 好 所謂的白法就是善的是清淨的 好 我們可以轉 迷其物 可以轉染成淨嘛 對不對 是不是也可以轉惡成善呢 哎 這些都是白法 而且這是非常重要的什麼 资良 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资良 也就是這六度讓恨 好 能夠成就能夠圓滿我們的白法 清淨的善业 好 那 這個是叫做知良相 知良相 那在六波羅蜜 多來講的話 前五個是福德的知良 有沒有 波瑞是什麼 智慧的智良 智慧的智良 所以也是在聖解形地上面 來圓滿 來圓滿 所以圓滿呢 不只是知良上 其實也包括了什麼 智慧 好 其實也要包括了智慧 才能夠有增上意樂的作意 好 第二個呢 就是吉德利 利吉人 有沒有 好 就是堪忍相 堪忍相 好 也就是在第三百五十四頁 有沒有 家行位上面是不是有四如十至啊 好 四如十至 那這個 也因為透過四如十至而堪忍的 好 為什麼能夠堪忍 因為我們說 收入法性的時候呢 外向上面的起伏就不重要了 就如同大海 有沒有 大海的表面是不是 常常 經常的起伏 昼夜不捨 但是我們說 當我們深入到海的 好 越深的地方 越下面的海 是不是越平靜啊 好 所以當我們深入 法性的時候 也會有堪忍的特質 好 叫做利吉人 好 利吉人 能夠利行難行的這六波羅蜜 能夠硬解 認可 唯一是無益的真理 有沒有 唯一是無益 是不是在講原誠實啊 也就是超凡入圣那種涅槃的境界 是無益的 是平等相的現前 好 是平等相的現前 所以在過程當中呢 透過硬解認可 因為這個也是三法印 法印啊 真理 真理法則其實就是法印 對不對 我們透過法印來理解呢 會有很深的一種認可 所以我們常講說 菩薩是不是用忍畏啊 奧羅漢他們是用正果的方式 解脫道上是不是正果 正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但是菩薩道上呢 其實是用忍畏 在暖底忍式地裡頭 是不是就開始有忍畏啊 但無生法忍還是忍畏 對不對 那在我們學習的過程 我們就說先要有什麼 深祥忍 天經文法 又要訓習這個 優質的什麼 植料音 對不對 要有優質的植料音 我們才能夠 製造出善的什麼 業果啊 也才能夠 造出善的業果來 所以呢 這個就必須要透過忍畏 確認無疑 雖然平等相還沒現前 平等相要到超凡入聖才現前 但是過程當中 又是一大凹生其節 如何能夠安住在這個菩提道上呢 那就是對法性的確認 也就是對平等性上的認可 平等性上的認可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說菩薩道來講的話 會認為生死及涅槃有沒有 生死跟涅槃是不是平等平等啊 就因為因緣法上的平等 平等性的關係 所以菩薩道才願意 生生世世 還是在生死流當中 來怎樣利益眾生嘛 所以這種會是一個很深的一種 應解認可 唯是無益 這個無益 也就是達於什麼 涅槃的境界 原成十項的現前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到無益 但是起碼先怎樣 四益就好 不要把它當作是那麼的有益了 那個 因為 一切都無常 它也不過 晚然有嘛 四益啊 好像存在 好像有一點意義 但是不是全然的 我們不要被這個所蒙 蒙蔽了 我們要從有益慢慢變四益 是不是才有機會達於無益啊 好 那這個才叫做真理嘛 真理法則 真理現象的 這種驗證 所以這個叫做堪忍相 也就是所謂的得利己忍 有沒有 利己忍 好 那第三個呢 叫做所原相 也就是菩薩於至聖 聖身廣大教啊 也就是所謂的大聖法 所原的自己的這種大聖 大聖的佛教來講 為菩薩道的所原 因為菩薩道不是基於解脫自我 而是希望能夠幫助眾生解脫 所以菩薩道他們 菩薩道的所原來說的話 是寄身且廣的 升官之後的廣行 升官後的廣行 所以呢也都依著大聖略波羅蜜多的教法 來修習什麼 總空性向 也才能夠了達諸法實性 有沒有 諸法實性 理解的諸法實性 是性空的 透過放下 而增上意樂 我們如果放不下就不可能增上意樂 我們放不下之後就只好往下墮落啊 唉 隨著我們的執著而往下墮落 必須要去放得下執著才能夠增上意樂 那能夠放下執著也就是要去理解自性妄知的不存在吧 是我們妄知出來的 這個叫做諸法實相 所以呢這個也都透過 總空性向來看待 所緣 菩薩的所緣 所以菩薩不只解決的是我職 還要解決什麼 法職 如果以解脫道來講的話 透過解決我職 自我可以解脫的 那個法職就非他所要去解決的問題 但是菩薩道呢他還要解決的就是法職 才能夠圓滿成佛嘛 好所以這個是所緣相 第四個呢叫做等絕為分別 得無分別至 也就是所謂的做意相 菩薩所做意的 是等絕的 所謂的等啥是周片的 好 這個等遲的 那麼絕是了之 周片了之 所有一切法都無有益 有沒有 都無有益 好 那因為為事無益 所以用無有益 好 而且是周片的 因為大聖法 它必須是周片的 那小聖自我解脫 是不是就比較 比較以自我為主的 但是菩薩呢 它是 是無量無邊的 好 我們所 菩薩道來說的話呢 看到的所有這一切 其實都是自己 自己分別出來的 為事所變現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各變各的世界啊 感受到 好 我們每一個人感受到的世界 是不一樣的 都是我們自己為事所變現的吧 好 我們為是我們分別的心所顯現出來 所以每一個人感受到的這種 有意四意的程度 是不是都不同啊 好 那這種做意就是我們的觀察會 好 觀察會來做意 所以能知一切唯有分別 那就是 要透過淨空心極不起分別 好 也就是說 外在的這一切是為事所變現 所分別出來的 所分別出來 那其實呢這個淨是空的 淨是虛妄的啦 淨是虛妄的 那要透過淨空呢 然後再心極 再回頭說 欸這個心呢 其實也是無意的 那麼才能夠獲得什麼 無分別智 無分別智 好 那這是真上一樂的如實做意啊 那有時候說有八種的時候呢 就在這個做意項當中 再加了一個對峙項 對峙 好 那麼也就是說為事呢 要有講到這個 無有分別 它稍微複雜一點 也就是 他們講說 為事 變現出外在的這一切來講的話 它是無意 既然無意 再回頭 也因為無意 所以我們說它淨空 它虛妄 所以叫做什麼 虛妄為事系有沒有 外在虛妄 為什麼虛妄 因為無常 因為外頭是什麼 是果相嘛 對不對 果相是不是無常的 所以說虛妄為事系 因為淨空 而再回頭 再回頭說 心極啊 既然淨是空 所以心是極 也因為心是極 所以這個叫做無分別 本來是有分別的喔 本來是有分別說 有意到肆意 乃至到無意 這個是不是要透過分別啊 好 越是下頭越什麼 有意 到這裡是無意的展現 對不對 為事無意 好 過程 我們現在是什麼 四億 看起來好像是存在的 但是它的意義 慢慢的 降低 是因為我們知道 它是無常的 是虛妄的 好 那來到這邊來講的話呢 也會去證實了 無意回頭 好 因為無意所以說它淨空 也因為淨空 也因為淨空而怎樣的心極 也因為心極而無分別 那如果從微 波瑞來講比較簡單的一點 比較直接 這個是有點迂迴 是因為從現象來說 那如果從波瑞來講的話呢 這裡是空向 諸法實向乃諸法空向 那為什麼它是空向呢 因為無分別的關係 這裡 本身就是根本無分別制的先前 這裡是不是就是根本無分別制的先前 那為什麼會無分別 越是下面是不是越有分別 我們的那個意境越低 就越經濟計較 然後就比來比去比來比去 越是往上提升的時候 我們說越往上 越往上提升所看的現象 是越來越平等啦 看到車子動 看不出它什麼牌子 對不對 看到人 像螞蟻一樣 也不管是 也沒有老像少像 無人像 無我像 無人像 無受者像 對不對 那這些 無這些像上的什麼差別 不是這些現象已經消失了 而是它 那個差別 是不是越來越少啦 越高 看到越平等 平等到 完全的沒有任何分別 才是真正的平等 叫做根本無分別制 這是為世所用的方法 是因為它從向來想 為世變現 然後再從這個回頭說它 近空心極 這個心極叫做無分別 那這個的話我是覺得 這樣子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高度的問題 是不是就是高度的問題啊 嗯 好 所以這個的 得無分別制 也是充滿入勝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也是屬於增上意樂 好 所以我們說增上意樂 確實是 慢慢增上感受到的意樂 那這增上過程 是不是越增上就越平等啊 越往下其實是越不平等的 好 好 所以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 如果是八項的話 這個就是對峙出來的項 好 透過對峙項 多了一個對峙項 那第五個呢 那第五個呢 叫做自體相 也就是 希求聖解靜 故意樂清靜啊 希求 也就是一種樂欲 是性的一個果報 那也都是透過什麼 聖解 所以我們說聖解叫做生忍 為什麼生 因為深入法性才會生 有沒有 深入法性之後的確認什麼 平等性 叫做生忍 聖解是一種生忍的平等性 那麼它會是性的因 也等於是透過 生忍的聖解之後呢 才感受到希求的欲樂 好 當我們越去感受到因緣的平等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越發喜的 起碼先擺平了我們的煩惱的心 我們的煩惱心來自於我們對外在的 果相上的執著嘛 而我們卻打破了果相上的執著 而深入到法性的時候呢 好的 那個是一種聖解的生忍 是一種性的因 好 確信無疑的因呢 好 之後呢 那麼 自然會有那種希求的欲樂 好 樂欲啊 好 要等於是會 那個心情會比較輕鬆愉快 所以當我們學了 比方學了波瑞 緣起信空 我們是不是也會覺得 好像放下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包袱 好 所以這個也會是 這個叫做自體像 菩薩的自體像 菩薩 真正的菩薩 真正的菩薩來說的話 那個我們就說忍是很重要 有沒有 確認 確認 因緣法的平等性 對法性的確認 是自體像 是菩薩的自體像 菩薩本身 真正的是個菩薩的話 他就要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好 就是堪稱菩薩呢 是因為他比較平等 不是很自私的 他慢慢的在放下我們的自私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也是一種親近的性 也就是所謂的四正鏡 四正鏡 好 那這種四正鏡 也就是還是要跟無分別至怎樣 相應 所以這個屬於自覺自正 菩薩真的自己去下點功夫的話 那麼是要能夠自覺自正 不由他悟 也等於說 當我們去深入法性 去體會這些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自己能夠去去理解的 所以我們常說 學的對的話會越學越清楚 越學越明白 不會越學越糊塗 表示方向是錯的 越學越糊塗是不是就越往下掉啊 越學越清楚越學越明白 是能夠自覺自正的 不由他悟的 所以義樂的自體的親近 也是從這樣而來的 所以我們說深入法性 它有親近的特性 深入法性 法性它是不是都屬於否定式的符號 否定式的符號其實都是幫助我們去放下什麼 執著 去放下執著 都有轉染成淨的特質 轉惡為善的特質 有沒有 轉迷起物的特質嗎 這個就是轉一的特性 我們要能夠有轉一的能力啊 從迷糊當中轉為什麼 這個覺悟起來了 我們的迷糊會迷糊在什麼 外向上頭 而我們 我們覺醒過來 覺悟過來是因為我們深入法性 對不對 才能夠轉為清淨 轉為善淨的 善業 所以這個是菩薩的自體像 也就是希求聖結 也就是希求聖結 的清淨 所以呢 故清淨 意樂清淨啊 這是第五個 第六個呢 也就是所謂的瑞相像 這個瑞相像呢 在本文裡頭就是 前 前 及此法流 皆得見諸佛啊 好 前 前面的五個 像 再加上這個像 好 前面的是加行的 好 是要用 用力的 用功的 好 那到瑞相呢 它是自然呈現的 此法流指定中的觀心 這個定心跟水流一樣 好 那水呢 它自然會是 在定心當中的法流 這個法呢 是流水清淨的 好 那也就是說 所謂的瑞相像 就類似去見到了什麼 涅槃的現象 涅槃 這個涅槃的現象呢 也就是十方諸佛 現身說法的現象 因為諸佛 它是由什麼 涅槃所構成的 對不對 在這個時候等於 分證了佛陀的法身呢 如同一道曙光 等於是 驗證了那個 那道曙光 那道曙光的值 是不是跟佛陀 我們說成佛的太陽光 是一樣的 特質 只不過什麼 亮相的不同而已嘛 所以這個也是成佛的 銳相之一 也就是涅槃的相 清淨的相 而且呢 它還必須跟定心結合 因為沒有定的話 那個 那個會 是沒辦法呈現出來的 沒辦法去印證的 所以這個是 正如清淨意樂必有的一種銳相 好 銳相的相 好 所以這種銳相 是不是就是 所謂的那個 涅槃相 涅槃相 好 所以 這是第六個 所以叫做 接得見主佛 有沒有 就如同 《金剛經》裡面 講到 須菩提跟 蓮華色比丘尼 有沒有 須菩提 蓮華色比丘尼 他是想要見到佛陀 結果是 他所想到的是什麼 變成見佛陀的色身 對不對 佛陀說 不對不對 應該要見我的法身才對啊 須菩提長者沒去啊 沒去 但是佛陀說 須菩提長者 反而是見了他的法身 是不是 那就是因為 收入法性 去驗證了法性 就是那個瑞相 也就是涅槃相 也就是分證了佛陀的法身的意思 好 所以菩薩 菩薩 其實也就是這樣子慢慢一點一滴 菩薩是不是也就是 將來能夠圓滿成佛啊 那過程當中 先分證佛陀的法身 好 所以呢 接得 接得見諸佛 好 這是第六個瑞相 第七個呢 了知菩提境 亦無難得故啊 好 能夠了知菩提 是非常接近的 好 跟自己的這個無上菩提 也等於說我們從菩提心 到三菩提 到三秒三菩提 對不對 到阿里亞多羅三秒三菩提 好 這個叫做勝利相 殊勝 好 而且是能夠利益大眾的相 好 好 那也等於菩薩很清楚 這樣子的這個道路 過程 那麼 雖然 要三大奧生其節 但是 起碼不至於走錯路了 好 那那個就是 真的就是 時間歲月累結素世的累積了 所以呢 會覺得是不難的 好 以無難得故啊 好 等於方向是對的 那麼 不斷的去努力就對了 了知菩提境啊 好 是可以知道怎麼樣走 走上成佛的道路 所以這叫做什麼 勝利相 勝利相 好 所以第三百五十三頁的本文 有沒有 好 前面的這三頌 其實對著後面的三頌裡面的七種項 這樣會不會對著 好 其實就是對著後頭的這七種項 那這七種項呢 它都會是 總顯清淨 真上 以樂 好 是清淨的 清淨是不是也都要 都是往上才會清淨啊 往下就是雜染啊 好 越能去除雜染 就越顯現它的情境 是因為 轉 要轉染沉淨之前 其實要先轉迷起悟啊 對不對 好 要先轉迷起悟 也就等於說要先 從法相要進入法性 法性 是不是充滿了平等性啊 充滿平等性就不會有太大的煩惱 好 也不會有太大的執著 所以呢 就會慢慢的轉染沉淨 對不對 然後呢 善多而惡少 惡就逐漸的變少了 尤其超凡入聖以上已經不起惡了 好 我們在凡覆地上還會起惡 其實上了以後 反而不起惡了 所以呢 這些自然 好 能夠一樣一樣的 好 等於去實踐 所有人人是不是也都能成佛啊 好 只要透過菩薩道 好 所以會有清靜的 真上的 而且是意樂的 歡喜的 好 會有法喜的特質的這種七種相 好 也就是知良 好 知良相 堪忍相 所緣相 有沒有 坐意相 次體相 銳相相 還有勝利相 好 如其次第呢 諸 諸其其他因之顯示啊 好的 這些 這些字句呢 其實我們都應該能夠理解 佛陀所要教導我們的 是不是也是透過六度萬恨的方式 來完成菩薩道 好 眾如是因而得如是果嘛 好 那以上是屬於第一節 叫做總明因果 第二節呢 那麼就十門分別 第三百五十五頁 有沒有 好 先一個總的之後再別 再分別的來續說 好 透過十門來續說 那這十門分別呢 在第三百八十一頁 好 就會講到這個是 出自於大聖莊嚴經論 好 講到有十門分別 好 那這十門呢 就是從長行 好 會有所謂的長行啊 像啊 好 這些 總共有十 十像 好 長行 有 有長行還有寄送 長行跟寄送 好 那長行裡頭呢 講了這十門 十門也就是所謂的樹啊 像啊 這些 好 從樹來講 好 好 那在本文這裡說 何因緣故呢 波羅蜜多 唯有六樹 好 為什麼波羅蜜多 都是講六波羅蜜 好 那主要呢 就因為成立了 三項啊 好 有三個特質 第一個呢 就是對字 所至 讓故 第二個呢 就是諸佛 正諸佛法 所依處故 第三個呢 就隨順成熟 諸有情故 好 有三個 三個 所對出 六數來 六數來 好 好 那在我們第三百五十六頁 導師這裡也講到 三個理由 好 再解釋這裡 好 說 因為我們有 兼灘 毀飯 等等的 六種脏壁 好 就像我們 根本煩惱上 好 根本煩惱是會貪嗔吃賣儀還有熱賤啊 種種 好 那說實在 我們去做這些 好 六度呢其實也都是在對字我們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好 對字六種脏壁 所以會成立 好 這種對字 還有呢 我們所制的這種 兼灘等的六 六丈的這種 道也 好 所以呢 會有所謂布施等六度 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 要對 對字我們的六丈 好 第二個呢 就是希望能夠 好 依據 正得佛陀所正的 好 佛陀如何成佛 的一個最大的關鍵 是不是就是涅槃啊 好 再加上涅槃的量的擴充嘛 好 所以我們說解脫道 菩薩道 的一個特質在哪裡 涅槃 佛教不共於其他宗教 就是解脫的特質 解脫讓我們有機會正得涅槃 對不對 好 那解脫道上呢 它是以自我解脫為主 菩薩道上是不是就是幫助眾生解脫啊 那是量的擴大嘛 才能夠成佛 好 所以呢 也是要去正德實相 好 因為這個都是佛法所依據的 第三個呢 就是隨順化導成熟的友情眾生 好 所以呢 這裡說要離障 好 第一個就是 要離障 離我們六種障礙嘛 所以會成就成佛的斷德 佛德也 佛佛成佛的話呢 是三德圓滿 第一個就是要斷德 斷德 對之我們六種障 六臂 六種障壁 第二個呢 在正覺方面呢 那麼要 跟佛佛所成就出來的智慧要相對的 所以我們也從所謂的生德制到家行制 對不對 到根本無分別制 然後有什麼後德制 是不是到佛佛成佛的一切自制啊 好 一切自制 那就是佛佛的自得 所以第二個部分 好 所根據的就是佛佛所教我們的智慧 第三個呢 也就是在利益眾生 所以成佛之後呢 對眾生的恩德 恩德 好 所以他總共會有這三德的圓滿 是不是就是在菩薩道的六度萬恨當中要來完成啊 斷德智德跟什麼恩德 好 那斷德跟智德呢 是自立的 對自己本身 自然會利益了自己本身 恩德是不是就是去利益大眾啊 好 利益大眾 好 所以呢 會有這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 好 那首先第一個 好 為了要對峙 好 為欲對峙 不發 好 不發去因 也就是在這三個裡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 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 對峙所 所至障故有沒有 好 對峙所至障故 裡頭 好 那麼在第三百五十七頁有沒有 好 第二 第二段 三個裡頭的第一個叫做成立對峙所至障 有沒有 那這裡頭又有三個部分 又有三個部分 好 第一個呢就是 對於 對峙我們不發去因啊 也就是我們不發心啊 好 不發去 不發去 也就是 這所謂的發去就是發起什麼 出離生死去向的解脫心 好 因為 以佛教來講的話 我們就講嘛 解脫會是佛教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覺得在生死當中 世間法裡頭流轉 我們是不是就很想要 超越生死啊 超越生死 那但是有些人就是發不了這種 解脫的心 為什麼會發不了解脫的心 就因為 主要就是染著了世間的財位 所以 是不是要透過布施的方式 來讓我們不要染著 世間的財位嗎 第二個呢 還有 會 會戀著世家的眷屬 世家的眷屬 就是從 從自己然後發展出來就是自己的眷屬 這個部分 尤其是夫妻關係 也會是貪愛戀著的一個根本 所以呢 我們說我們的貪著有境界愛還有什麼 自體的愛 自體的愛會是對自己的 那境界愛我們會發展到我們的眷屬上面來 那也因為我們貪著 貪著自體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世家 等於是眷屬 眷屬 那所以呢 在守戒方面呢 就不容易 所以第三百五十八頁 這裡就講 要建立境界就要從清淨犯恨 希望對妻事不生貪著 出世心自然會怎樣生起 所以呢 第一個部分 首先就是對峙不發去因 所以呢 會用布施跟持戒 這兩者來怎樣對峙 不發去 不發什麼 解脫的心 那第二個呢 那第二個呢 在我們第三百五十八頁也講 那已經發去了 卻還會怎樣 退轉 那主要就是因為 處在生死當中的有情眾生 長期的 這個 就是說 處在這當中 那 也願意 布施也願意持戒 卻是有很多的紛擾 所以才會怎樣 退轉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就是要忍入啊 就是要用忍入的方式 要用忍入的方式 來能夠 能夠發起 解脫的心之外 還要能夠不退轉 忍入不了是不是就會退轉啊 其實就會退轉 受到人事的這種打擊 所以呢 要長期的休息善品 佳行 並且還要能夠怎樣 不生那種疲倦的心 所以還要精進 是不是 還要精進 好 好 還有第三種呢 就是 他也很 他也已經發去了 好 願意 去向解脫 也不退轉 卻是呢 會施壞 施壞他的那個 那個動力 那個動機啊 好為什麼會施壞呢 就因為 這個心原意馬 的煽動 所以就是要修什麼 禪定 好 並且呢 有時候會 這個 智慧 這個 正知正見 建立的不夠 好 一旦是斜知斜見的話呢 那也不容易 也很會 也有可能會壞施 好 會施壞 這個原來的那個動機 好 所以呢 於是呢 是不是 又要透過修定的方式 還有修會的方式 來 好 來對峙 好 所以我們的對峙 會有六種 六度 主要就是 從 不施持戒來對峙我們的 不發解脫的心啊 對不對 好 那眾人發了解脫的心 好 也不退轉 那 那就要用什麼 忍辱跟這個 啊 精進 好 那眾人 欸我們也發了解脫的心 好 也不退轉 卻有時候呢 也會 失壞 好 會失壞掉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動機啊 好 這個因 那就要用什麼 禪定 跟 智慧 好 建立正知正見 才可能 好 長久的 好 所以呢 用禪定來制服我們的散動 也用智慧來對峙我們的協會 所以才會有這個 所謂的六度 的出現 那這個都還是在前面三個裡面的第一個 喔 第一個 對峙 所至 障故 有沒有 欸 需要有這六度 好 好 那我們在堂課先講到這個地方 阿彌陀佛喔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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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上师答道 当你了悟自信自信从未升起 那么就算你或许看似改变了色身 你却从未离开空明的法身 你的自信自信你可以坚定性结这一点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六道众生的六道众生的六道众生的六道众生种种痛苦 并非由他人所创造 它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你未能认识自己的自信 是你自己的心伤害了自己 你可以 你可以并应该坚定性结 你自信的大空性 乃离于痛苦的根与基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此心性能受业与习气所染污吗 上师答道 业 习气 以及任何一切善法 善念 禅修 以及禅修对境 皆是心 不善之念与造作不善者 也是心 既然此心从未升起 是空性的 无有实质且广阔开放 你可以坚定性结 心乃超越 是否被任何善或不善业所染污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是否存在着 让人可能下舵的深渊 上师答道 下舵之根 为你自己的念头 下舵之处 为你这深渊 拒于下舵 为你自心的怀疑 轮回 是你自心的迷惘之相 因此 看见自心乃为法身的广袤时 六道众生之界 无非就是佛的净土 对此 你可以坚定性结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见地 有可能落入任何偏颇吗 上师答道 离于偏差之见地 如天空般无偏颇 诸法为心 心之本身是为空 亦如天空无偏颇 对此 感谢观看